公元422年的5月 刘豫病情恶化 自知不知 于是留下这么一份疑命 说自己死了之后 由司空徐献之 中书令傅亮 领军将军谢慧 和镇北将军谭道记 四个人共同辅政 用来辅佐年幼的太子 这四个顾命大臣之中 徐献之曾经长期担任刘慕之的副手 刘慕之死了之后 徐献之正式转正 执掌朝廷内政 刘豫称帝之后 徐献之先后出任了上书令 扬州刺史 司空等要职 可以说徐献之是刘豫朝中的第一人 这四个人里边 徐献之是行政老手 富量擅长人士 谢慧谋略过人 谭道记则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奇才 这样一个组合 有文有武 有勇有谋 完全称得上是黄金搭档 但是刘豫还是觉得不放心 又把太子刘亦福 叫到自己的病榻之前 再三嘱咐 说儿啊 谭道记有干略 没有野心 徐献之和富量也不会有异心 这三个人你应该不必担心 只有谢慧这个人 你必须要多加提防 谢慧曾经多次随我出征 善于随机应变 脑子非常的活络 将来如果有什么变故 一定是他谢慧 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刘豫在自己健康的宫中去世了 享年六十岁 刘豫死后 太子刘亦福随即继位 这就是宋少帝 刘豫死了的消息传到了北方 北魏国主拓跋四可是由衷的松了口气 这个拓跋四啊 就好像在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的孙猴子 终于是重获了自由 北魏之前由于畏惧刘豫的威名 一直就没敢向南扩张 甚至连原本就属于北魏的华台 也没敢向刘豫讨回来 拓跋四憋了这口气 几乎憋成了内伤 现在拓跋四觉得自己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拓跋四心中盘算 我不但要让你把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 还要讨回利息 而拓跋四手下的头号谋是崔浩 此时却劝拓跋四不要恭送 但是拓跋四是根本不听 拓跋四跟崔浩讲 当年刘豫也是在姚兴刚死的时候 一举就灭掉了后勤 现如今刘豫死了 我讨伐宋国 这有何不可呀 崔浩依然是苦苦相劝 崔浩对着拓跋四讲 金石和当初可不一样 当初姚兴死了 姚兴的几个儿子内讧不断 所以刘豫才有机会趁机讨伐 而现在这刘宋内部是无戏可成 但是这个拓跋四依然是听不进去 什么无戏可乘 刘豫死了就是最大的可乘之戏 所以拓跋四任命司空西金为主帅 统领着大将周姬公孙表等人 率领着北魏大军南下攻宋 公元422年的10月 北魏主帅西金率领着部骑兵两万 就渡过了黄河攻打华台 刘宋在华台的守将王景杜 一方面固守城池 另一方面想驻守在虎牢关的 四周刺士毛祖德求援 毛祖德派了自己的部将翟广 率领三千宋军前来增援 在宋军的顽强防守之下 这北魏军是损失惨重 却毫无进展 眼见着前方战士不利 拓跋四又亲率五万大军南下驻战 时间到了11月 在复出了巨大伤亡之后 主帅西金终于攻下了华台 随后乘胜西进攻打虎牢关 驻守虎牢的宋军将领 毛祖德是毫不畏惧 不仅力保城池不失 还多次主动出击重创了北魏军 除了游泳 这毛祖德还有谋 由于之前在北方和魏军将领 公孙表有旧交 毛祖德知道 公孙表这个人诡计多端 不可小觑 所以毛祖德就想了一招借刀杀人 这个毛祖德多次给公孙表写信叙旧 出于礼节 公孙表也给毛祖德回了信 当然这信里大多都是德祖兄 别来无恙之类的套话 然而公孙表没有注意 毛祖德给他设了个圈套 在给公孙表的信里 毛祖德山山改改 土改了很多地方 不久 毛祖德就悄悄的让人 给北魏主帅西金透露了消息 说这个公孙表和毛祖德暗中往来 图谋不轨 北魏的主帅西金当即就把公孙表给找来 询问是否有此事 为了显示自己的坦诚 公孙表慌忙就把跟毛祖德的信 全都拿出来 给西金查看 主帅西金看这信上 有很多图图改改的字迹 当即就起了怀疑之心 西金心想 你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所以主帅西金就立刻向拓拔寺 密报了此事 魏主拓拔寺听完是非常的恼火 立刻下令 处死了公孙表 随后 拓拔寺又多次派兵增援主帅西金 这虎劳关城外的魏军是越来越多 攻势也越来越猛烈 然而毛祖德就是一颗铜豌豆 争不熟 煮不烂 锤不扁 炒不爆 这北魏军依然只能是一次次的杀鱼而归 不过尽管在虎劳关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作为一个合格的领袖 拓拔寺的大局官颇为强悍 拓拔寺没有只盯着一城一地的得失 在围困虎劳的同时 拓拔寺还派了黑朔将军余力低 率军进驻河阳 河阳就是今天的河南孟州 准备四击夺取洛阳 接着又开辟了东线战场 拓拔寺命令大将孙孙健 领兵从山东平原渡过了黄河 目标是攻取刘宋的青州和衍州一带 衍见着北魏军势大 刘宋的衍州刺史徐衍是不战而逃 泰山高平金香这些郡县全都落到了北魏手中 一时间这刘宋帝国的北部边境是狼烟四起 到处高级 然而这个同心未敏的小皇帝刘易福 对这些事根本不在意 任凭风吹浪打 刘易福自闲庭信部 成天都在他的皇宫里吃喝玩乐 正式全都交给了徐宪之这几位顾命大臣 全权处理 徐宪之和众人商议之后 连忙派了谭道记北上救援 可是这形势依然在不断的恶化 公元423年的正月 北魏大将余力低 攻占了洛阳 东县的书孙健也顺利夺取了林姿 逼近东阳城 刘宋的青州刺史竹葵 聚成死守 三个月之后 谭道记和王仲德等人的援军 终于赶到了离东阳城不远的邻居 北魏的书孙健听说刘宋的援军来了 自己也率部向华台方向撤退 随后又向西运动来到了虎劳城外 和主帅西金会合 与西金一起攻打虎劳关 此时的虎劳城已经被围困了两百多天 几乎是无日不战 这城里的宋军虽然是英勇抗击 不断重创北魏军 但是对方的援军就好像长江后浪推前浪 滔滔不绝 杀敌一千又来三千 越打越多越打越强 而宋军呢却得不到任何补充 死一个少一个 这就是一场看不到希望的对决 此时城中的精锐大多已经阵亡 主帅毛德祖依然不愿放弃 外城被攻破了 毛德祖就在里边再住三道内城 新住的内城又被北魏军攻占了两道 毛德祖还是凭借最后一道城墙 死守不祥 在北魏国主拓跋寺亲自督战之下 北魏倾国之师对着小小的虎劳官 不分昼夜的猛烈攻击 城中的宋军根本得不到休息 眼睛都生了窗 因为毛德祖身受士兵爱戴 始终手下的士兵没有叛离之心 当时宋军将领谭道记 刘翠沈淑黎等人都驻军离虎劳官不远 但是因为害怕北魏军的强大都不敢来救援 时间到了4月23日 虎劳官终于被北魏攻破了 将士们劝毛德祖突围逃生 毛德祖斩钉截铁的一口回绝 我发誓与此城共存亡 毛德祖的忠勇赢得了敌人的钦佩 拓拔次亲自下令不准伤害毛德祖 最终这毛德祖也没能实现战死沙场的愿望 历劫被擒 此战之后 刘宋的思州 衍州 豫州等郡县 全都被北魏给占了 刘裕北伐后勤的成果 至此是全部丧失 关中大地被大下所得 包括洛阳在内的河南各地 则落到了北魏的囊中 不过此次北魏的南征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除了大量的战斗性减员 死于疾病的也有十之二三 更严重的是 这场战争极大的损伤了拓拔寺 原本就不太健康的身体 公元423年11月 拓拔寺因病去世 享年只有32岁 拓拔寺年仅16岁的太子拓拔韬 随即继位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北魏太武帝 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 拓拔韬是如何把北魏帝国一路带向辉煌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点赞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